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必须采取有利措施 依法予以防范、制止和惩治 特区政府 无论是行政的机关 或者是立法的机关 将难以在一段可见的时间里面 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立法 我在这里强调是一个出手这两个字 这次中央是主动出手 也是主导这个工作 一个圣子强加在香港人的头上 而我们也觉得一国一制 是, 正正式式在香港落实 李柱明曾经参与《起草基本法》 见证着一国两制落实的进程 人大提案香港国安法 加入《起草基本法》附件三 在香港实施 我们怎么接受呢 除了国防外交和特区自治范围以外的法律 其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可以增减的 当地立法实施 我相信中央这次出手是为了救香港 我想中央绝对是担忧看到几件事 第一, 外国对香港的干预是越来越高 香港是…我们是在一国两制下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就不是国际共管香港 这问题根本牵涉到 已经超出香港自治范围 是国与国之间的角力 提案仍未正式通过 建制派发起签名支持国安法 不过这条法案具体如何执行 哪些行为是犯法 现在还未知道 有市民上街反对国安法 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 17年前 香港经历50万人上街 反对23条立法 特区政府之后 一直未能完成立法工作 去年反修例运动 出现激烈的抗争 触动了中央的关注 希望今天不要出事了 放了出来蛋了 对 警察不会射的 放暴警, 放了出来蛋 他现在暴力压制 那些人很难, 要这样做 他很深思 但要不想一想 其实他认输 和全世界认输 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够 跟着邓小平的基本方针政策 来治港 即失败了 一国两制失败了 他们现在用了 如果中共有全面管治权 那个方法来治港 这个怎样是一国两制呢 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五十年不变 是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时 中国政府对港承诺的 基本方针政策 研究本土历史的陈建青 翻查解密的英国外交部文件 发现英方专家一早已经质疑 《基本法》不足以保证 一国两制的落实 那时候的英方的法律顾问 是就着本身《基本法》 进行一个全面的回顾 就是看看究竟 其实每一条会不会都有一些 洞洞洞洞洞 是未来是有机会出事的 所以其实它是非常全面 逐条和你看完的 《基本法》起草工作 由85年开始 到90年完成 中英之间的政治角力 从未停止 有些具体和清晰的建议 到最后《基本法》的最终稿 其实很多都没有被接 历史的档案 有一个挺清晰的座标 看到本身的原意 还有是否有机会 原意会被改动 现在基本上就是朝著 被改动的方向去前进 甚至超出本身的英方 预示到被改动的原意的空间 回归之后 因为要追溯《基本法》 条文的立法原意 特区政府先后经历 五次人大释法 其中两次影响本港政治发展 根据2004年的释法 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 和2008年立法会选举 不实行普选 2016年 人大主动提出 就《基本法》104条 进行释法 解决立法会宣誓争 取消两名民选议员的资格 他不喜欢 他自己人大常委就决定了 根本每一次解释 就将香港的自治范围缩小 李柱明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23名港方成员之一 现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譚慧珠 当时也是委员 他说《基本法》维护的是 一国两制 几个重要原则 我们一定有些基本的原则 第一就是维护主权 第二就是这个 直核的中央地方关系 第三很重要 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 如何运作 譚慧珠说 《基本法》是《憲制性条文》 只是写大原则 不可以只是照字面去解释 《憲法》是很难学得 香港本身我们用的法律 就是那个标点符号的T 那个I 全部要写清楚的 《憲法》是一个大原则的问题 这个是大的分别 香港人看《基本法》最大的毛病 就当了它是一个香港法律 就是用字面来解释 但是其实《憲制文件》 要看它的背景 要看文献 要知道它的政策 才可以作出一个正确的解释 李柱明益述 当年曾经就《基本法》条文 有关自治范围捨得太空凡 提出过建议 当一个宪法越简单 就将来越多咬嚼 清楚点 就少点咬嚼 什么叫做自治法文来的条文 你可以具体地写 我就叫具体写 将来不要咬了 如果你怕太广泛 你就逐条看完 你可以这样解释 他们就不肯 不是那么容易 死都不肯 谭维柱认为 特区的自治权 不可以没有限制 所有自治权 都要得到中央授权 跟大家说清楚 我对你是值核 我是有权 当你是不依《基本法》办事的时候 我提醒你 如果真的跟中央的事权 或者中央地方关系 有大影响 那当然中央可以采取一些 更加比较严厉一些的做法 我无论都是根宴法 就管内地 都不是管香港 香港都是《基本法》管的 是吧 如果你是怎样《一国两制》 你说吧 天花就说明 全中国都行社会主义 只有一个党 就是共产党 难道是香港也是吗 是吗 不是 现在这个《一国两制》 头头都是四个字一样 《一国两制》 党人治港 全面管治 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改变 就是全面改变 《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是回归的承诺 全国人大提案实施香港国安法 有没有影响一国之下的两制? 《基本法》赋予特区的高度自治 自治的权力又有没有削弱? 海汇的高层单位去到35楼以上的单位 所以中联办也是有购买的 香港众志在过去两年查册发现 以中联办名义 及由中联办干部担任董事的 新闻置业有限公司 现时在香港持有757个物业 中联办他们买了海汇超过20个物业 总数是用了两亿资金 而两亿资金 为什么好选不选是选官堂海汇 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中联办 九龙工作部就是在官堂 黄之锋说外界一直都没办法知道 中联办的人手编制 找到他们有至少七百个物业在香港 如果用一房一员工去推算 他们有1500人在香港 而规模已经等于 三分一个政府总部的办公室职员人数 没有那么多 所以反映到就是 中联办在香港编制 它作为一个所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駐港联络办公室 它的规模绝对不是联络那么简单 由雨伞运动以后开始 我们看到中联办的人手编制和规模 是以倍数的层级去上升 根据政府所提供给立法会的文件里面 中联办在香港持有的物业 是远少于香港众志根据查册方式 所揭露到的757个物业这个数字 政府是不是连中联办在香港有多少个单位 都不掌握 还是它刻意隐瞒呢 中联办作风一向低调 较早前有报导指 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三中商书店 和出版业务 背后是由中联办透过子公司控制 显示中联办已经涉足香港不同的范畴 中联办和港澳办今年初出现人事变动 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在国家安全教育日发表讲话 当前要同心抗愈反对南朝 这段讲话之前两天 中联办和港澳办高调发文 评论立法会内会运作 郭榮鏗主持了十几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会议 仍然选不到政府主席 被中联办和港澳办点名批评他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各位同事早晨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尋求外界的法律意见 认为上届内会主席李慧琼有权主持会议 我认为最后都是交由李慧琼主席 去最后要作出决定 今天用法律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僵局 是最文明而且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去突破 最终李慧琼在保安的保护下主持会议 由于现在场面非常混乱 我请大家冷静 主要敌议员 我对你作出第三次警告 请你立即立即认识 张权…李慧琼, 张权 今天发生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李慧琼議員 合同法律顾问和保安 一个赤裸裸的奪权 可能是两招给了压力之后 他们觉得一定要今天搞定他 很明显的政治原因就是这样 内会选不了主席大半年 法案上不了大会讨论 特区政府一直呼吁立法会 尽快自行处理 死杰在港澳办和中联办 发稿后解开 香港有些人仍然要南炒香港 叫多些人登记 还有没有朋友未登记做选民 梁美芬说自己作为资深的建制派议员 其实一直都尝试协商解决问题 并不是因为两招发声明后才行动 我都会觉得我们是比较君子的 我们是很希望遵守那个游戏规则 一直都希望是好言相劝的 极其不愿意重复 大家在议事厅 重复好像去年那样 就是在抢夺主席台 没有需要的时候 中央政府是不需要出声 他可以几十年都不出声 他还愿意, 是不是? 但是你现在要他出声 是因为他可能真的看到你不行 走下去可能还会撞山 有些事情不是他说恶意就恶意 不是他说是政治揽炒就政治揽炒 其实这是一个象律 就是不要因为当权者 他看到一些他不喜欢 他就要伸起手, 去搞你, 去影响你 去恐吓你 我觉得我们做议员的不可以被恐吓 郭榮鏗认为 中联派的声明 属于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违反基本法的规定 22条一直以来都说中央各部门 是不可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现在他就拆开了这个枷锁 就说22条不关我事 很明显是扭曲基本法的原意 那就出声去说 我认为这部分是 我认为那些人参加 梁美芬本身在大学教法律 他说中联办应该受22条规限 而基本法也有说明 中央政府有权过问特区的事务 我认为哪些人参加 基本法里面其实提到中央人民政府 都还有很多部分 譬如43条提到特首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还有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可以享有对特首的指令的权力 譬如这些部分 其实都有特别提到中央人民政府 我觉得大家要具体了解 究竟中央人民政府在基本法里面提到的权和限 都是根据基本法 所以大家其实要全面去了解基本法 这一天郭榮鏗去法院 声援最近被拘捕的15名泛民主派人士 现在香港面对的打压 我觉得无论是议会外或议会内 都是同时间进行中 在议会内透过破坏议事规则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议会外全靠政治检控 去拘捕民主派的领袖 其实是同一本书 都是要靠打压、恐惧 令香港人害怕 香港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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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办也继续发炮 在五一黄金周发文 批评黄色经济圈 制造社会撕裂 是一种政治绑架经济的政治揽炒 中联办强调 只是行使对香港事务的监督权 不过中联办高调评论香港事务 过去并不常见 很明显 他觉得香港的建制派的表现 完全是做不到事的 香港政府也是闭手鸭脚 民望也是创新低 可能他们看到这样 所以他们觉得我自己出手 但他不知道他自己出手 就等于破坏,完全破坏一国两制 为何? 第一基础 搞五个小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